導線測量仿真實分軟件 用戶打開實分平台,登陸教師帳號 點擊進入導線測量仿真實現 底部實現任務欄目,展示已創建任務 教師點擊創建任務,佈置新任務 首先填寫任務名稱 然後填寫任務內容介紹 接著設置任務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選擇佈置班級 設定任務及隔線 確認無誤後,點擊發佈 任務將在開始時間發佈至班級學生中 學生在登陸平台後,點擊查看實份任務 點擊,去完成,開始進入導線測量虛意仿真軟件 在軟件中點擊,評分 閱讀考核試題,點擊開始考試 打開地圖,可以看到在實分場地中 導線路線經過兩個美支點P1和P2 兩個相互通視的平面控制點A和B作為起 閉點並相互作為定向點 從背包中取出儀器完成全站移架設工作 打開全站移激光對點 通過調節腳架,調整完水準氣泡位置 通過調節腳螺旋,調整管水準氣泡位置 實現與真實儀器架設,對中整平操作無差易化的效果 同樣的方法,在B點,P1點進行零鏡架設並完成對中整平工作 盤左照準尖點B 進行第一測回觀測,自盤 在表中填寫觀測數據 盤左照準尖點P1 記錄尖點P1盤左水平角度數 盤右照準尖點P1 記錄尖點P1盤右水平角度數 盤右照準尖點B 記錄尖點B盤右水平角度數 根據導線測量方法完成導線測量實驗 記錄實驗數據並進行導線評測計算 點擊結束考試並導出成果文件 選擇成績提交教師 生成個評分項成績線 在成果文件中,遠見會對內外頁表格 進行成果數據檢測 計算錯誤的數據在成果文件中進行標紅處理 學生可進行導線成果自查 學生亦可返回平台查看已完成任務 各項得分結果 教師也可在平台上查看學生考試成績